馬祖師妹 大家好 今天我們要來講 馬祖信徒修行的系列講座 首先我們要提到為什麼要修行 馬祖信徒為什麼要修行 一般人宗教的修行的目的是什麼 我們在修行對修行的期望是什麼呢 我想馬祖的教義給我們YDM曾經有一段時間 一直在強調生死心切 也就是說人有生就有死 那生死心切也就是說 當我們發現旁邊跟我們相處的人 天天在我身邊 在我們的身邊 突然間不見了 發生意外走 一個清美純馬的同學 生個重病不到一個月就走了 突然間感受非常非常的深 在我們宗教的修行當中 我們常看佛教 佛教的釋迦牟尼佛 在他年輕的時候 因為他是王子 出了城門 在城門看到百姓生老病死 有人很苦 有人很苦 病苦 有人沒有飯吃當乞丐 一生沒有衣服穿 會生病 長榮 但發現人生都擺開不了生老病死 他突然間生死心切 看到人家死了 聽到某個人走了 我們開始心裡會恐慌驚慌 因為我們不知道 明天我們是否還可以在人世間 因為世間無常 所以因為的無常 有人生了大病 出了意外 才緊急 要修行 那修行是什麼呢 我們對修行的期望目的是什麼呢 其實說穿的是在了生死 所謂了生死 就是人生生死死 生死死生 不斷的在什麼 輪迴 在輪迴 什麼時候才跟你把終了 不生不滅 也就是不生不死 那心經所講的 不生不滅 不增不減 不勾不盡 這樣的人生 就是在追求一種了生死 那並不是在講我們的肉體 我們肉體 層次敗壞 一定有生命 可是他講的是什麼 就開始講我們的靈體 也就是我們的靈性的本性 我們呢 藉由我們的真 就是我們的靈性的追求 開始明心見性了解不止的本性 住性 這個靈性 這個靈體 的修詞 往死瓦這一種的宿勝道來修 達到不生不滅 如果我們的真 這個靈體 靈性本性 能達到那個境界的時候 我們就真的了生死 所以我們借假修真 借這個肉體 來修這個軟體 這是我們本身應該對 生命的意義 生命的目的 也就是宗教修行的目的 我們對修行的期望 就是借這個有限的時間的肉體 來修我們的靈體 我們的靈性 也就是我們的法性 也就是我們講的 使法界 能一切一切的修喪氣 來聊這個什麼 生死 不再輪迴 所以 今天我們來講 馬祖信徒的修行 也就是在 如何追求不生蒙昧 利用我們這個假的肉體 六意識 來修我們的第七 第八意識 我們的靈性 靈體的提升 達到 世聖道 在馬祖 有一段時間 給YDM的教義 這一張 靈魂的輪迴的系統的解說中 很明顯的告訴我們 人生就是一段 修行學習的理徒 我們畢竟在這邊寫修行 跟著馬祖來修行 由馬祖來主導我們 直接修行上 四聖道 如果不是 我們還是會到 N樓 朱基南北 第一府去審判 然後不斷的什麼 輪迴 不斷的輪迴 在六道中 不斷的輪迴 所以我們今天開闢 這個馬祖信徒的修行 這個講述系列 就要談如何來跟馬祖接近 來親近馬祖 來認識馬祖 然後跟馬祖來學習 寫起馬祖 然後成為馬祖 像馬祖在四聖道 不生不滅 沒有生死 也是了生死 所以我們顧問在這邊強調 我們的修行 最主要真的是在了生死 我們生活在不安定當中 人對大自然的不愛護 對眾生的不慈悲 也造就整個眾生 整個大自然的反撲 雪時 天氣的變化 都讓我們人類 會遭受很大的威死 我們的心裡都很不安 所以即使我們人的本性 喜如哀樂 所遭遇到的喜如哀樂 畢竟最後脫不了生死的恐慌 所以生死心切 我們看到有人的構思 可能就會馬上威力臨到我們身上 我們就會很著急 在著急當中 唯一就是邁向修行之路 在宗教中尋找如何了生死 所以顧問的第一堂 要跟各位談的是 所有宗教的修行 主要的目的 所有人在修行的主要的期望 就是在了生死 以上感恩大家 謝謝大家 麻恥慈悲